高等法院就佔領旺角和金鐘中信大廈一帶 臨時禁制令進行聆訊 法官聽取雙方答辯後壓迫裁決 宣布臨時禁制令繼續生效 直至有決定為止 陳健敏報導 的士和小巴團在駕代表律師 去到高等法院出席聆訊 佔領人士也帶黃絲帶到法庭 政府並不是與眾雙方 但也有派代表出庭講述立場 律政司的代表說 集會人士行為損害香港法治 公民抗命並不是拒絕執行禁制令的理由 如果法庭延長禁制令 應該給予清晰的指令有效執行 例如授權警方或有關執法部門 拘捕涉嫌違反禁制令的人 又說警方做好準備作出拘捕 代表佔領旺角人士的資深大律師戴啟斯說 的士和小巴團體並不是道路擁有人 不會讓其他人有更大的權利使用道路 車輛可以兜路接載乘客 申請人亦沒有辦法指出 受佔領行動影響的直接和實際損失 反對批出禁制令 同樣為佔旺人士答辯的資深大律師 李志喜反問 兩個團體在功勞上是否大了 他又說 律政司至今未有採取任何行動 背後必然有公眾利益考量 若法庭頒下禁制令 便相迫使律政司檢控 法庭應該謹慎考慮 代表的士團體的資深大律師莫樹聯說 申請人有權使用道路 損失是可以預見的 又說會委託執達理執行禁制令 至於代表金中佔領者的一方 就說市民和職員仍然可以自由出入中信大廈 反對授權警方執法 中信業主角代表就反駁 大廈緊急出口堵塞 構成危險 法官聽取雙方陳詞後 額後決定 臨時禁制令會繼續生效 大廈令旺角的臨時禁制令 需要由原告以書面授權合法代理人 或執達理執行 占領人士說會尊重法庭的決定 旺角的特性是很自發 我都認識不上那裏所有的朋友 我不會預測到情況會怎樣 我只是希望如果有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雙方都能夠克制這樣去面對事態本身 但亦都有人表明不會撤退 路障會賊一個起一個 法官又提醒 雖然禁制令是針對佔領和設置路障的人 但任何人教唆協助或慫恿其他人 違反禁制令 一樣會被視為藐視法庭 NOW TV記者 陳健敏報導